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念佛人 李老师也成熟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能往生三五个 六十年前教的 六十年后的今天 一万人当中大概只有一两个 从三五个降到一两个 什么原因 信愿持明功夫不得力 愿意着自己 怎么样功夫得力 由大臣住行功夫就得力 佛祖是这么告诉我们 静一三四六何节 戒定会议三学六伯乐明 普贤设业 这是大臣 共学 一切大臣法都以这个为基础 这是戒业 没有这个基础 所以你信愿持明功夫不得力 你再仔细观察 那些往生的人 你细细观察 他日常生活当中 静一三五 有没有做到 有 包括狗鲁家 他自己不知道 一个明白人 一观察一分析 他就做退优 六何他有 他跟任何人都和目 他不会跟一切人事物对立 竞争 他没有 三学他有 六波罗 他有 乃至于普贤神语 他对一切人事物攻击 他对于人好的地方会赞叹 不善的地方 绝口不提 你细心观察 然后一条一条的去对好 他对得上 他自己不知道 暗祸到妙 人老实 忠厚 他自然做到了 没人叫他 所以他一生能够圆满成就 不能成就的知识分子 烦恼稀气 很重要 贪嗔致满意 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 没放下了 嘴上说放下了 实际上没放下 所以功夫不得了 也没有遇到好的正商人 没见过 没见过 所以那个真正的意愿 发不出来 怎么发 都发不出来 写出文字 口头做报告 大众面前就散会 实际上 内心里都没有真正改变过来 这个原因 声音 就是我们不是从小炸的根 我们是半路上炸的根 不能说没有根 这根不老 经不起大风大浪 啊 大风来了 连根都拔掉 这件事情 很多 都在眼前 我们看到了 要深 高度的紧急性 反省 自己 有没有这个毛病 别人不要去管他 会修行的人 见到别人的善 想我有没有 有很好 保持 没有 要跟进 要向他学习 看到别人不善 要想一想 我有没有 有则 盖之 无则 加密 啊 所以 每一个人对我们都有恩 都有等 他提醒 啊 没有这些人 是我天天在提醒 我们自己堕落的 自己不知道 这愚痴 这么多人在面前表演 要大恩 大德 亏得他在身边提醒呢 我们才能守住 叫烈丝练心 先是守 然后啊 智慧先前去 化了 就没有了 念头都没有了 这才齐如佛经济 菩萨经济 啊 不通过 试验的 考验的 都不能做书啊 都不能做书啊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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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